打哈打哈 哇哦先刷掉力 哦哇哇哇哇哇哇哦 直接连斬了三只 好扯 哎有耶他输出六千 这么夸张 哈喽大家好我是鬼鬼 我们的电竞女子战队 白鬼夜行呢 已经再度的升级啦 每个角色成长 非常的卓越 但是我们选手们呢 也会遇到瓶颈 能力已经达到上限了 这边必须有一个特殊任务要解锁 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击杀 我们这个是辅助 所以要参与击杀 45黑盒前 其实好像可以 不过打出卡牌好像更简单 六次就可以了 好这样我们之后能力 才有办法再继续的突破下去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竞技赛资格了 我们这个粉丝的观众制度 已经大飙了 我们现在是五连胜 最后一战的是丑陋企鹅 打败他之后我们就是六连胜 成为这个新兴选手的 最强的明星队伍 我们上路艾莉亚成为本周的MVP了 他临死亡 然后又推塔 各种的数据非常的高 MVP粉丝大增 本周最佳阵容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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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的选手上了三個耶 天啊 艾力亞 雅莎跟 Lei Sy都在 哇 粉絲量大增噢 大家都加了100多 好欸 我們隊伍真的是明星隊咯 在門口看到一個打扮像敵藍男的推車賣這些糖果 三種都買了 這個糖果 紅色粉末 綠色小瓶跟藍色藥丸 聽起來就很不妙呢 這..這...這..怎麼辦 這...這...這...這我吃吃看好了 作为教练必须确认一下 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红色粉末 踏实侵略性瓶颈 这能吃吗 我们吃蓝色的好了 蓝色小药丸等等 这个没问题吗 脑中涌现发育的技巧 大家能力值提升了 这个药是正常的药啊 但被你的异常行为吓到了 丽丝马上把这些糖果给扔掉了 训练大成功 哇加好多哦 第一次到大成功 接下来的比赛 两个评认预测是我会获胜 平均强度好像差不多 我应该是略胜一点点的 比赛开始 对战 亲怪速度好像大家都一样 打野只要经过那个怪就会死掉 好像也不会受伤 无伤打野好强哦 好的 下塔推进去了好猛哦 我们下入这两只 这个直接推塔就快爆了耶 超凶的 对方吃了红色粉末 克粉了 冲撞 这个被夹在中间 等一下奥德人呢 奥德达也怎么不见了 跑到左边来了 这边我们先来轰炸一下 OK炸两只 虽然想要击杀左边这只 但是这个血量我们好像还打不了 那这个战斗只有两三回合不太够 我们还是先轰炸一下我周围的敌人 这个怎么会一直miss啊 一直打不到他 然后加个这个再再一次 消他们血量 加个手热啦 这个 这个用掉就没了 他可以加一点这个攻击转化跟防守转化 很棒 哇 巨炮强弓 哇 他召唤过来直接强力攻击 啊好多人哦 完了 难怪他 这个击杀数这么高 他点数这么多啊 哇 完了三回合撑不下去啊 完了 我们的辅助不能倒 哇 完了 发低 哇哈 辅助倒了 辅助 辅助 辞掉之后他有一个buff会消失哦 打前的速度会稍微减少 哇 完蛋了呀 这个推塔 让我上路快推进去 OK 上路往后推 他又被打回来了 哎呀 接下来是魔龙战的时候了 他血量也要2000哦 怎么那么多啊 他是一个辅助坦克 来咯 三对三 这打得一吗 不过我们只要集中能打到其中一只就可以了 但我的辅助血有点少 有点担心 加点盾 哦 对方那只快死了 中间那一只 300滴 咦打他 再一下 打他对对对打他 有了哦 差一点 刚刚是miss了 诶打错知道了 别打那个 哦有 别打那个坦克那个辅助啦 有 这样子我还是获胜了 虽然看起来他比较强一点 但只要击杀一只就是我们的生命条件 好的 我们先三路 哇下路不太妙诶 下路这个雪人是有点强哦 哦中间破塔了 赞哦 下路 应该也可以破了把他打退了 哦中路好凶诶 可以可以打退了 来我们上链可以开推 接下来是先锋团战 由上路中路跟打野进行 来开战 大家其实都满血的 可不可以呢 开敲 对方那个上路血好多哦 这个每个角色血量差距挺大的 中路 中路扛住啊 对方这一只血好少 剩下一百多 诶解决了 刚好都集中打到他 啊 哦他的输出很高耶 一千多 现在他是输出型角色 这是我们获胜啦 赞哦 我们等一下优势很大哦 我现在排 太多了太多了 往前往前 好八点了 我可以动了 搜刮野区 哇 这边都是我的野区耶 我想搜刮的是对方的野区 但是先用掉吧 不然下一回合 这个牌就不见了 这一路我们决定强杀下路哦 这边直接戳去砍他一刀 这边丢一张牌 这个这个不要了 丢 然后呢 强袭 这边是三打二的对战 来吧 他的AD快死掉了 先把他收掉 一百多滴而已 他上面有赏金 是我的技能给他附加的 打他 nice 搜刮掉一只 然后这个辅助也很弹 没有问题 他没什么输出了 那我们下路可以顺顺推进去了 他只剩一只 然后我们上路已经打到里面去 拆掉了耶 哇好猛哦 这个人怎么那么狠 我们上路超凶的啦 直接打到人家主塔里面 哇他直接手 手线 还有人在手 又吃药 好多药 加能力的 哦 雪球 没中 哇哦 他直接把他推进去耶 推到人家温泉里面 下路拆掉了 OK 我上路 上路什么资源都没有给他 没帮他弄那盒战 他自己就打进去了 接下来猛龙团战 哇我们血线比较残一点 但是呢 还是可以打打看 然后开战咯 开战最好看了 四对屑 最方有雪人的加护耶 增加护甲用的 然后我们前面有盾 哦可以哦 我们伤害很高哦 打他打他 我们缺少一些范围攻击的 但这个剑克这个单体输入很高 我击杀一只之后有机率再再砍一下 先砍那个AD nice 敲了两下 他差一点点了 哦哦哦 我们血线起来蛮健康的哦 来解决一只 再斩一只 哇 瞬杀两只 输出还是我们的射手最高 达2000 来好啦 魔龙战武又获胜 接下来 一路推 这边中路也快拆掉了 这边上路来单挑一下 魂锁战场 他的回合数呢 来到了六轮 哦这个等越久他可以 打的时间越长 来咯一对一单挑六回合战斗 不过两边血量都这么高哦 打打看 六轮打得死吗 两百八 看起来 打不死 六下我大概可以打个一千八左右 可以打到半血啦 哇输出好夸张耶 对方输出怎么那么低啊 我们好强哦 OK 那快把他打退了 我们大概是要往内推塔了 他组成剩六滴 往后推 来对方还有什么招可以用吗 快速打野 还在打野 家都要没了 给他攻击一下 哦推进去了 多打一滴 剩五滴 再打一滴四滴 哦巨推巨推 光靠这边上路就打进去了 还有吃药了 还有招 红色粉 一直吃一直吃 这个其实加蛮多的耶 花两百块 攻击已经到三百八了 还有补血的小药瓶 还有 哇他这个 加二点数好多 再攻击一波 哇一直攻击 好啦换我了吧 我要来 试魂 今天我可以直接吃两个人 打 我这边还可以变成护盾 这个好赞 这边先为大家加护盾 因为下一个魔龙战要开始了 大家是全体进攻 哇他成生一滴了耶 他他他他他生一滴了 我不打这个团战 其实应该直接推塔应该就赢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打 我们就是这么这么凶狠 啊 直接不敢打了 大获全胜 那一滴血拆掉咯 打到人家温泉里了 好狠哦 我们的队员 很强耶 MVP是你啊 是我们的海盗剑客 好帅哦 OK搞定 MVP啦 参战率是100% 但我们的极加速真的有点少 我们的对战风格不是强杀型的 9.3的评价 但最高输出来是我们下路的射手 12000多 哇 输出量差了这么多 两倍以上 好 好扯哦 我们经济达到8000 我们的打鞋真的是赚翻了 那我们的下路利师呢 也克服他的瓶颈了 可以再度的突破上限 另外还能获得特殊技能 增加攻击力的 这个攻击力越高呢 他的护盾也会越高 可以新增 怕我们上路遇到瓶颈了 艾莉啊 我们上路的表现这么好 但这边还是要有一个突破任务 推掉防御坛应该比较简单 他挺会推的 这个两次就可以 一场战斗就可以完成了 完美的表现 我们进入乙集联赛了 哇哦 又是MVP 好强 零死亡 粉丝价400多 但目前完成只是选拔赛 距离下个赛季还有点时间 我们可以来 选手加强 还可以替换选手哦 但我们现在选手都很棒 我们让这一队呢 直接直达世界冠军的 这边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哦太详细了吧 我们直接看表现评分 都是8以上 8.8是我们下路的雅沙 目前是最高的表现 各个选手还可以兑换入线 但我们觉得现在的组合已经非常棒了 暂时不需要更换 这里有烈嘴大笑炸鸡 要成为的赞助商耶 鸡腿炸鸡 哎好耶 我们的目标呢 赢一下先锋跟魔龙战 然后放广告 那之后还会有更多的金额获得 签约吧 这是我们第一个合约 哦这个人耶 之前有来送我们一些鸡腿 合作一块 呀 有鸡腿盖帐好可爱哦 这边时间一直过一直过 这是训练期 我们已经变成职业选手了哦 第二年的春季赛要开赛了 但这期间呢 选手有没有加强啊 我们没办法训练 我们还需要提拔一位选手作为队长 亚莎是我们的下路输出 要让他当队长吗 好像也可以哦 但是你也可以选你自己的人选 不过就叫他推荐吧 来吧 下路队长 赛季前三 这有战队的排名预测哦 第一名是云朵 我们队伍呢 只排到第十二 什么要这么不堪齐我们吗 我们现在总共有十三队要对战哦 让他看看我们的厉害啦 值得关注的选手 我们赛拉排到第十位 这是我们的上路 我们禁用 野怪数量排 上限变成六 这个排 想要多一点排 这样子 新 purchased kit 开启 新英雄跟装备 还有画法规律更新 还有节奏规则再更新了 大更新一波 哇 新英雄出现了 我們要不要練新角色呢 玩法規則也改變了 擊殺英雄現在全隊都能獲得100塊 然後打英雄塔的話呢 造成一點傷害就有錢 那塔的血量增加 喔這個拆塔也好賺喔 然後外塔血量又更多了 喔那這個塔一直拆 錢就會一直賺 所以拆塔跟擊殺是重要性都增加了 這裡的節奏規則都改了蠻多的 像魔龍戰呢 第一次是60回合 欸超久欸 魔龍吐息 欸 這是不一樣的 跟之前賺錢的那個團戰不太一樣 那先鋒30到45 欸這個差好多喔 決戰90回合 OK所以要因應這些新規則來制定新戰術喔 也接觸完了裝備系統 欸對嘛 我們這個錢 只有能力 應該是要來買裝備的吧 所以我們要為每個英雄呢 搭配我們覺得適合的裝備上去 加血量加攻擊啦 或是特殊的效果型的 我們的亞莎跟艾莉亞 對新英雄有興趣 要嗎 可以啊 試試看啊 新英雄 說不定比較厲害 學習新英雄 有一個爆炸頭的八戒 錢越多 暴擊跟暴擊率傷害都會增加 欸這個不錯喔 另外一個是艾達 支援護盾加暈眩 他是射手 但他的輔助能力 這些牌都必須放在手牌中 控制起來可能比較麻煩 八戒雖然看起來有點好笑 但他這個只要有錢 只要把錢都給他的話 他其實會變蠻強的 不然可以讓他學學看啊 八戒可以學 哇而且英雄雙力度直接提升到老手欸 等一下比我其他兩隻都還強 你怎麼自己學習的這麼厲害 我可以直接用他了欸 可以直接出場了 接下來我們的上路呢 有一個匹德 他是一個機器人 有大盾牌的 然後另外一個則是 有點像鐵巨人 他也是盾牌型坦克 啊其實我們沒什麼坦克欸 我們之前那個加護盾的 不知道算不算坦克 我覺得我們選 匹德好了 全新的比賽對上的是王中王 OK我們的第一輪戰鬥 來吧 看一下到底難度差了多少呢 沒想到賽平一面倒 都覺得我會贏啊 我們的強度其實高滿多的欸 這個聯賽是不是對我們來說蠻簡單的啊 他粉絲人數有 有一萬 人好多啊 一血狂人 哎呦他有特殊的 稱號欸 烈龍學徒 那麼稱號怎麼那麼多 看起來 我好像是 略有優勢喔 你能力值應該比較高 夜宇森凡 這個名字 太熟了吧 OK 白給噴火龍 那個名字好奇怪喔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為每個英雄搭配裝備喔 這邊他預設其實沒有很適合 而且要為每個角色做客製化 像我這個輔助呢 不會攻擊 所以一些裝備就得替換掉了 好啦 來看一下我們的戰鬥怎麼樣 有裝備之後 戰鬥應該非常不一樣 因為攻擊會加非常的多 甚至有些防禦力的類型 中路 對方怎麼已經半血了 有在回血 可以喔 目前推 推的 戰鬥好像蠻順的 有在往前推 喔 但但塔現在血變很多了 我要拆塔現在變超難的耶 他血有到 38這麼多血 當我們有物機屯支的時候打輸手牌 我們就可以加錢 那加錢 喔有喔 加30喔 這邊有額外增加 讚喔 然後這個 欸他沒有放到氣牌堆喔 那我們要丟棄右邊 然後抽5張牌 這樣子 趁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多打幾張牌 不過這個就會一直賺錢 垃圾桶 那目前因為魔龍戰回合沒這麼短了 所以前期可以先優先的發育 然後跟打塔 這邊變成一個比較長期的 那發育增加金錢 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讓打野來秀一波個人秀 丟棄所有其他的手牌 然後增加我們的點數 也沒有增加很多耶 我們牌的種類其實就這麼多 這個一次也只能用一張 我們來搶他的野區 擊殺這邊 丟牌 斬殺 OK 好 好像 還好 不過賺了一些點數 我們等一下三回合又可以再操作 蛤 等一下 哇 這個 戰鬥這麼遠喔 他的盾牌 這個真是我新英雄 但是被他選走了 這個 不太 不太 不太妙 五回合戰鬥耶 我們的爆炸投息有點少 八戒 撐下去啊 扛得住嗎 好痛耶 有盾牌 八戒 前期可能還不夠強喔 啪啪啪 哎呦 應該活得下來 哇 那對方這個都好硬喔 不好打耶 這戰鬥 OKOK 還行 活著就好 OK 活下來了 等我們之後的裝備累積吧 那我們的機的怎麼完全沒有任何輸出啊 零耶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裝備開始獲得啦 破甲彈 然後又可以物機屯資 我再來賺點錢 手感爆棚 接下來是先鋒團戰時候了 應該會贏喔 對方的小老虎 血比較少一點 就是上路開戰 上路加輔助耶 被暈了 暈我的輔助 沒問題 盾 喔 給盾 打那個小老虎啊 別再打他坦克了 不過對方有嘲諷 所以他可以擋三回合的這個傷害 這個吸傷害真的不錯耶 又可以保後排 所以這一隻以後可能要練喔 不過盾 我們快把他的盾給斬掉了 可以可以可以 輸出夠高 喔盾還很滿 可以喔可以喔 補助活下來就好了 每個都被暈過一輪了 我們把對方打的平均 血都好殘喔 看一下有沒有 喔解決了 滴滴血 讚啊 解決兩隻了 輸出2300 好高啊 剩下都是盾喔 好嘞 沒什麼問題喔 上路打通了 下路容易推 但現在要推塔真的不容易 打到這麼久了 還推不了一個塔 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先鋒團戰啦 那對方 欸這個小老虎 血很殘喔 欸 不敢打啦 直接獲勝 但現在呢 先鋒撞的這個塔 只能撞5滴 但沒打一點 這個塔其實都可以賺到錢的 這個5的話 我下路 看起來應該直接打 就能拆掉了 我們來轟別的塔 中路這邊可以先炸 這個差距大家都賺錢 加了50幾塊 還不錯 我的八戒現在攻擊已經來到530 欸好扯喔 暴擊率是72 暴擊傷害166 哇 我這個錢5000多 也是我目前經濟最高的 比我打野還多 比我中路的野還多 欸我打野這一輪 賺的沒有很多欸 在這樣高速度下 使用火箭飛拳 這個傷害有機率暴擊 這個暴下去 看一下喔 他直接扁人的喔 喔欸 94% 你跟我說沒中 誇張了吧 那總算下塔太掉了 賺的錢還蠻多的 我現在塔要加了200多 全隊都會加錢 哎呀我的八戒 好輸出好誇張 買武器了 這個暴擊率再加20% 已經100%暴擊了耶 他的臉 他的臉 他的臉好好笑喔 接下來終於要正式進入魔龍團戰了 一開始就是5對5的戰鬥 那要擊殺三隻 他們血線兩隻剩半血 不太妙喔 試試看 來囉 五隊五戰鬥 前面三排都有護盾 我剛剛被打一下怎麼扣了800多啊 這個傷害怎麼變這麼誇張 喔 現在有這個 武器之後 輸出不得了 我的八戒 你的傷害有打出來嗎 600多 光輯有600耶 你要暴擊耶 可不可以 哇 哇 哇 這個戰鬥700多 他盾快沒了耶 盾打掉了 最坦的收掉 我想先收掉他這個 最下路的那個AD 還有賞金 哇 我的AD要死了 AD暈了 扛一下扛一下 對 打他打他 喔唷 沒死還沒死 收掉他吧 差一點 23滴 打錯人了 打他打他 那個弓箭手 先收掉 喔 喔 Druck 直接連斬了三隻 好扯 欸有 他輸出6000 這麼誇張 直接收掉人家四個頭啊 不得了啦 哇 如果其他人還沒復活 等一下一波帶走 就贏了捻 看一下來得及嗎 好像 來得及 有一波 對方只剩一個人 那 我還有魔龍吐息可以用耶 我先噴一下他這個塔 這個打8滴 那8滴喔 我可以直接噴他主塔嗎 欸可以耶 噴贏了 啊啊 啊我這個直接不用打就贏了 我再打的話我可以增加我的KDA 加點擊殺數 哦中路沒想到是MEP喔 這裡的戰鬥變得有趣起來了 有裝備的這個輔助下 戰況又非常的不一樣囉 評價9.3顆星 我們的八戒 這個輸出累積到有點可怕 但是他血蠻薄的 所以輔助要貼他 加點盾 輸出13000 超級扯 我們現在是6殺 20助攻 臨死 對方根本是被虐著打的耶 我們的強度對這個連賽來說 是不是過於強大了呢 全都是大獲全勝 這邊還有擊殺王吧 各種的成就都達成了 好多好多 哇這個只有32000的金錢 這麼多 獲得經濟領先 然後這裡呢 雙殺 大殺特殺 經濟領先還有最多擊殺王 這個擊殺了幾隻啊 我們總共6殺 他應該殺了3殺以上 這邊經濟領先 哇這都有加額外的獎勵 最高經濟 最高傷害 這個八戒有了下路輔助 加金幣 這個強度真的是被輔到好高喔 最高經濟誇張 我們現在發育成長又可以更快的加速了 只要在戰鬥中表現良好的話 就可以加更多 目前第二輪戰鬥已經結束了 有6隊呢 獲得勝利 現在都是排行第一名的狀態囉 本週最佳 我們的基德 我們的中路 零死亡 粉數人數 大家特加 本週最佳陣容 有兩位我的選手耶 目前看起來 我們隊伍強度是大獲全勝的 看一級聯賽 對我們來說相當簡單 42應該沒什麼問題啦 那我們的冠軍之路呢 還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呢 不要按個喜歡支持一下囉 一起見證我們成為 世界的電競女子冠軍吧 啊